免贵纪封吧 滑板深受年轻人的喜爱 很多人还专门学习一些高难度的动作 不过练习滑板一定要在安全的地方 要不然就和这位小哥一样 只不过他运气好和死神擦肩而过 一位市长正在宣传他们刚建设好的火车站 没想到后面突然一辆火车奔驰而来 虽然两人表面依旧笑嘻嘻 但内心实则慌得一批 一艘装满游客的船在欣赏鲸鱼跳水时 突然船附近一只鲸鱼跳出 再进个几厘米就一锅端了 大哥也是运输界的老司机 他知道这么干不仅效率高 还能给插车省一脚油 看着那小伙在路边发呆 突然铲车向他斜插过来 幸亏白车出手相救 但还是吓得不轻 湿了一裤兜子 像这种刚下满雨的山间公路 开车一定要瞪大眼睛 不然除了意外两边都是死路 幸亏前车司机衍生好 及时踩了刹车 不然后果难料 要说伐木咱以后 尽量找专业人士 家里可没有多余的汽车 让你霍霍了 鲨鱼正在溜达 突然就被打了一枪 于是扭头就来一口 小伙差点昆巴不保 起来 小伙差点昆巴不保 这个家伙完成了一次不可能的补救 比预想的结果似乎要哭得多 这个男人第一次购买彩票 无意间为他赢得了价值三万的汽车 当电视台现场采访时 于是让他重新再购买一张 当他当着记者的面刮开时 没想到再次中奖 又为他赢得了25万元的大奖 但之后却是直接哭了起来 原因是他一个月前没钱看病 差点见了上帝 这名司机如果再开快那么一点 那后果简直不敢想象 总是把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 他认为自己很安全 但他根本不知道飞机离他有多近 死神只是堵车晚来了一步 你永远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就像这个家伙一样 我不知道这辆车是因为司机的技术牛掰 还是只是运气好 路过的所有汽车全部躲了过去 这个母亲推着婴儿车出去散步 就在准备回去的途中 身后的一棵大树突然被大风吹倒 如果再向前走上一步 后果可想而知 这个女人在清扫积雪时 完美地躲过了房顶的结冰 爷爷正带着小女孩在自家池塘中荡起双脚 谁知水中一条大鱼这么想不开 主动跳进了小船 小女孩吓得大哭 爷爷却乐得不行 这辆红色小车司机上辈子一定是拯救了银河系 11秒钟 估计就要被火车碾成肉泥了 再来看这位穿粉色衣服的女子 她经过铁轨时往右边看了看 下一秒 左边一辆火车飞驰儿过 还有这些从火车前面躲过一劫的人 如果晚一秒 就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大家千万不要模仿